我叫沈彦芬 是一名90后的新农人 返乡之前我是一名深圳的白领 然后在深圳工作了有六七年的时间 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 就选择了返乡 然后接过了我父亲的一个农机合作社 咱们联合社这边就主要是为农民 提供这个种植过程的一个全程机械化的服务 现在国家就在聚焦于粮食安全的问题 然后给予了很多的政策支持 我们这帮大学生新农人 然后返乡之后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些知识 新的一些思维方式 然后可以就结合到现代农业的一个手段 全程机械化来去种植规模种植 然后让农民种田可以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简单 也越来越科学 因为我是一名农村基层的代表 所以我是更多还是围绕着农村 农业农民这个山农的领域 就着重地关注我们的这一帮新农人 对这样一个群体 我会去到生产一线 然后去跟这些农民 叔叔阿姨 他们去聊天 聊聊他们的一个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 碰上了这个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一个利好的一个环境嘛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农村的这片土地里面 也看到了这个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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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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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